老师讲,把这个历史给我们的旅游串起来 旅游不用讲,我们是去旅游的 历史呢,是我们讲了一路的东西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全部把它串起来 给大家一个清晰的记忆 那么大家看,这就是太极灵,对不对 谁都知道这是太极灵 没去过的都知道 那我当时就给大家讲 它有其中一个美,就是它 非常的复杂,但是它又非常简单 对不对 你要说它的建筑了,设计了,到装饰了 这些装饰包括在上面祥签了那么的珠宝啊 宝石啊,祥签各种东西 里边都不用讲,我们已经学了 真是养花疗了,很复杂 可是它整个的线条竟然这么简单 哦,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大气的东西 那我希望呢,这给我们一种启示就是说 无论它多么复杂 我们能把它简单的理出来 我们去过了,看过了,回过头来 我们想到历史,我们还有一个 有一个印度的,一个美好的轮廓 还能大致知道是什么 要不然是,日久天长就忘光了 我在想到什么地方 就没办法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文化的位置上去 这是我今天呢,想做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从派迪林说起,是因为这样一个启示 好,大家看,我想对历史来一个最简单的轮廓 那这个不一定是最简单的,是不是啊 其实这是最难的事情 我把它概括成这四部分 当然这只是我的划分 是主要是便于大家去记忆 也就是呢,从印度河流域到恒河流域的2000年 把这2000年通通放在一起 从公元前大约在2400年到公元前四世纪 2000年,取其整数来说 大家想想看,这个是想说什么呢 印度河流域咱们根本没有去,对不对 它现在在巴基斯坦境内 可是文化是从那里开始的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略略提到 然后恒河流域 其实是谁把文明带到恒河流域呢 那就是雅里亚人,对不对 一直到摩羯陀 一直到这个时候 恒河流域文明已经成熟起来了 把这个放在一起 第一大部分 第二大部分 从孔雀王朝到戒日王朝的1000年 因为孔雀王朝开始在公元前324年 而季尔王朝结束在公元647年 其实中间还包括500年转浪 还包括一个非常有名的季度王朝 对不对 这个其实都是恒河中下游的文明 恒河中下游的文明 这个呢,其实也是印度的古典文明时期 是他非常辉煌灿烂的一个历史时期 前后我们说1000年左右 然后呢,从拉切普特人形成 拉切普特,对不对 他形成在公元前70亿左右 他是万来的 那些杀进来的 那些民族的 那些人怎么样的跟印度人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 那这个族群这时候形成了 一直到英国人统治 这个前后1000多年 我们把它再放在一起 那么,所以我们这样理解一下 这是一部分,这是一部分,这是一部分 至于说从印度独立直到今天的只有60多年 只有60多年 这部分呢,我们今天没时间讲 哈哈哈哈,没时间讲 那,我们再看 一个一个说 从印度河流域到恒河流域的2000年 大家看 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谈到了 哈拉帕文化 它是在 印度河流域 对不对 那么印度两大河流 大家看 一个是印度河 一个是恒河 那,其实我们去的是恒河流域 哈拉帕文化 它是怎么样呢 到底对今天的印度 产生什么影响 它的来源 是哪个族群创造的这个文化 以及它是怎么消失的 都是一个谜 这都是学者探讨的问题 当然,寻找文化愿言 还是能找到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没有时间展开这样一个话题 我们呢 就进入恒河流域 那么 亚里安人 这些白人呢 是印欧于系的 他们这样杀下来 这样杀下来 他们先是在印度河流域 后来 他们进入恒河流域 甚至往南走 那么 亚里安人 他 有什么文物留给我们吗 我们大家看到了没有呢 可以说 我们这次 一个都没有看到 一个都没有看到 但是 他留给印度人的这个文化 太深刻了 他为印度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甚至在今天 每个人身上都被亚里人打了一个戳 他就那么深刻 文化这种东西 很厉害哦 为什么我们说起恐怖子来 都觉得有点耸然动容 恐怖子离我们多远呢 亚里安人带来了什么 废陀经典 对不对 废陀就是知识 启示的意思 那亚里安人那时候最早写的东西 一句废陀那些书 就是废陀经典 也有人把那叫废陀时代 就是废陀经典诞生的时代 就是废陀时代 那么 这些废陀经典带来了什么呢 繁语 语言 我们中国人甚至讲到佛经都是 繁畅生生 对不对 这个语言 是亚里安人带来的 这些废陀经典 是用繁语写旧的 它一直影响了印度的历史 即使到后来人们不用繁语了 可是其他语言 还是从繁语那里演变过来的 繁语 然后还有陀罗门教 哇 陀罗门教大家都知道 后来的印度教 其实就是陀罗门教的延续嘛 陀罗门教 也是亚里安人带来的 陀罗门教 那么 特别是 种姓制度 这种制度 跟这种宗教就是分不开的 这种制度 是跟陀罗门教 简直是柔和的一些密不可分 它把人分成了什么呢 对不对 四类 对不对 四大类 陀罗门 对不对 沙地利 废舍 首陀罗 这个呢 直到今天 还影响到所有的印度人 印度人的姓氏 其实就是当初他们的足足备备的职业 就是他的身份证 就是他的地位 你看看 亚里安人 早在公元前就已经 化到了印度人群中了 已经不能说 亚里安这个人种还在 可是他的子孙 跟印度人融合起来一代一代 他的文化所产生的深厚影响 直到今天还那么深刻 这个呢 虽然是我们没有看到亚里安人的文物 可是呢 是不能不知道这个文化的 它还是无处不在的 然后 亚里安人呢 后来怎么样呢 他们发展到 恒河流域 恒河流域 因为恒河流域啊 以前呢 都是森林啊 沼泽啊 其实那时候很难把它开含土地 那亚里安人那时候带来了铁器 公元前八世纪 有了铁器 铁器有的话 森林就可以开发了 水渠就可以挖掘了 好多不能做的事都可以做了 所以铁器带来的是亚里安人 不断向恒河流域迈进 然后恒河流域的文明呢 就开始了 大量的土地呢 也因为有铁器呢 就大面积的开吭出来了 这个时候 恒河文明就起来了 那么 亚里安人这样一路 是恒河文明兴旺起来 还带来了很多东西 一个是两大史诗 一个是三大主神 两大史诗 一个就是摩克波罗多 一个就是罗摩言那 这个 不但是在演说着 很多历史的故事 同时呢 它也是什么呢 很多宗教的色彩 因为印度是一个宗教化色彩 非常浓厚的国家 所以 印度的那些 婆罗门教的人 可以把这两本书 可以背下来 那就意味着 话语权掌握在他们手里 他们去解释宗教 解释所有的一切 而一般老百姓更不识字 这两本史诗印的书 对于整个印度历史 影响是非常深刻 也是在这个时期 形成了印度教的三大主神 就是大凡天 凡天 皮诗浓 还有诗婆 这也是我们一路上 都会面对的 对不对 你要是进商店 也在卖这几个神像 你要是看街上的很多东西 供起来的 或者在我们的恒河边 看到的那些话 这是这个神嘛 所以亚利安人对印度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深厚的 非常深厚的 印度这个国家 本来它的宗教气息 就非常浓厚 亚利安人 他其实跟这样一种 宗教气息浓厚的文化相结合 因为他是白人 他害怕被这些黑人当地的土著 所同化 他就特别强调的是 婆罗门教 也在宗教上 怎么样呢 格外的强化 使得这种宗教气息更加浓厚 更加浓厚 那么 再往下就是 小邦灵异的 这样一个时代 就是搞恒河流域好多小国 小国特别多 那其中主要的有16个国家 就是印度历史上的 16大国时代 大家看 在这里边就16个国家 16个国家里边 大家看 对我们今天来说 大家知道比较多 影响比较大 一个就是剑陀罗 就是刚哈尔 你看 剑陀罗 我们老说佛教艺术 最初我们推出到剑陀罗艺术 对不对 是因为最初 这里是印度的一个古国 后来成为波斯人 占领了以后 把它变成一个省 变成它的一个地区 然后希腊文化就传播到这里 然后这里就变成什么呢 后来贵爽人 苏省 这样一个王朝建立在这里 他们就把希腊的佛教 把希腊的塑像艺术 带入佛教 那时候也就有了佛像 所以佛教最初 是剑陀罗艺术 我们讲佛教的话 都会面对这段历史 那么大家来看 佳师 喀师 那么唐玄奘他们都把它叫佳师 佳师国 这个佳师国 咱们去的哪里啊 瓦尔纳西 就是在这里 它在十六国时期 它属于佳师国 然后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是影响最大的 摩羯陀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佛教 就是在这个国家 发展壮大之后 其他好的宗教 都是在这个国家 发展壮大之后 更加新旺起来的 释迦牟尼 就诞生在这个国家 强盛的时代 大家再看 看 在恒河的下游 在恒河的下游 那么大家看 在印度那个时代 就出现百家争鸣 咱们中国也有百家争鸣时代 对不对 也是因为铁器诞生了 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生产关系的变更 也刺激了好多人 重新思索很多社会人生的问题 我们中国出现了孔子 对不对 孙子 庄子 老子等等 一大批伟大的人物 印度也是那时候 出现了好多伟大人物 但是他们主要是 宗教的百家争鸣 咱们中国的那些柱子 都是道德的 对不对 哲学的 军事的 其他方面更多 但是宗教几乎没有 中国人对宗教是比较淡漠的 可是印度的百家争鸣 就是宗教的百家争鸣 那时候出现了 废陀四大派别佛教出现了九十六派 七纳教出现了三百六十三派 那时候宗教非常的兴旺 释迪迪就出现了这个时代 那么 大家看 今天有一些佛教徒 他们的旅游路线 到菩提加业 到王舍城 到那揽陀 到陆业园 咱们去陆业园 瓦尔拉西 咱们都去了 对不对 我们仅仅去的是这两个地方 一直到菊师那家 一直到尼泊尔这边 那就是当年佛陀 他主要传播佛经的路线 他主要活动在那里 就是在摩羯托这个王国 摩羯托这个王国 那么 前面一下子 我们就两千年过去了 我们主要是 重点是说 跟我们旅行相关的这些部分 也是一般旅行团 他路线中所看的那些东西 他所牵涉的那些大的历史 这样串下 那么从孔雀王朝 那到戒日王朝 又是一千年 又是一千年 孔雀王朝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王朝 大家看 公元前两百年左右 世界上有几大帝国 咱们中国是汉朝 这个时候是东汉王朝 而这是罗马帝国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这中间 有托罗密帝国 有塞里古 塞里西德国帝国 这都是 是亚里山大死后以后 他那些将军瓜分的那些 后来建立的王国 等于是 希腊化时代的这些王国 那么这里是孔雀王国 这就是 阿玉王在世事 就是当时印度 也是后来历史上 最强大的一个王国 孔雀王国 你看他的什么面积 比咱们汉朝还大 那么这就是阿玉王时代的版图 其实包括今天 不但包括巴基斯坦 还包括好多中亚的地区 这边孟加拉 甚至东南亚 这边的斯里兰卡 当时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这边 版图不到这边 那么大家看有多大 阿玉王时期 也是孔雀王朝最强大的时候 从公元前 二百七岁年 到公元前 三百三十二年 二百三十二年 时间长达四十来年 那么大家记得吧 我们看了那个 阿玉王柱上面的柱头 柱头 这个不是变成了 今天印度的 什么呢 国会 哈国会 对不对 那是他们最辉煌的历史 哈 哈 再看 记得吧 我们在去路叶远 哈 路叶远有一处 就是那阿玉王石柱 残留的那些碑 上面还是婆罗米文字 哈 大家看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 娃尔拉西 因为去娃尔拉西 你可能看那个时代的东西 哈 那个时代的东西 哈 那么 在这之后 阿玉王一死 孔雀王朝 就不行了 很快就陷入动乱 最后 后边就是五百年动荡和战乱 这跟我们中国历史非常相似 我们中国历史上 对不对 南北朝时期 也是这样战乱 对不对 这是印度的地理 印度的地理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 最简单的方式 就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出现这五百年战乱呢 其实在印度本土 那些小王国啊 历史都是一塌糊涂了 都不清楚了 那 大略子记得 什么人杀下来了 什么人杀下来了 而这个王朝之所以 整个北印度陷入动荡 主要是外地的侵入 在这里有帕特亚人 就帕特亚人 他们呢 也可以叫波斯人 就是帕特亚波斯王朝 然后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 安息帝国 安息帝国 他们一次次打进来 打到印度的西北部 希腊人 希腊人也纷纷进来 从亚里山大那时候 就可以算起 当然亚里山大那个时间 比这早很多 不是在这五百年之内 但是 他的那个将军 后来建立的帝国 还在 他后来 这个帝国又分成 我们中国人叫大夏 这个大夏国 其实是希腊人统治的 他们后来也进来 后来大夏国 又分出一支 印度希腊国 那他们也这样杀下来了 所以是 很多希腊人也纷纷进入 还有塞人 塞人 主要是我们大陆之人 从中国出来的大肉质人 驱使他们向这里迁移 塞人 我们在印度的导游 沙梁华就说 他是塞人的后代 塞人的后代 然后大肉质人 对不对 他们建立了一个贵双帝国 就是那个 Kushan 这个Denacity不得了啊 他跟当时的东汉王朝 跟罗马帝国 当时并称为什么 还有波斯王朝并称为四大帝国 大肉质人 曾经打到恒河中游 甚至到了下游 这个图是我做出来的 不准确了 只是一个示意图而已 走的路线不是这么走的 然后经过五百年战乱以后 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 经过几百年战乱 这时就开始 随朝唐朝就开始了 只是印度呢 他的王朝往往很短 他几乎都是处在分裂状态 但是以下出来的这两个王朝 季多王朝和戒日王朝 是非常了不起的时代 季多王朝 大家看 经过几代人努力 他最大的时候 版图有这么大 这些有颜色的部分 都是季多王朝的版图 那 这个斯塔夫·罗诺斯的 《世界通史》 对这个评价很高啊 他说公元四世纪是 伟大的季多时代 他说一个前几个世纪中的 入侵者被同化 前面不是给他示意了一下 那些入侵者 对不对 都被同化 各种文化潮流 结下丰硕成果的时代开始了 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 可以与西方的早期帝国 或 奥古斯多时代 所以是找不到了 这又是什么 季多王朝 季多王朝我们看到什么了 对不对 季多王朝 我们看到那个 奎瓦吐勒 吐勒 这个清真寺 大家记得这个吗 好 但是这个清真寺 但是这个清真寺 虽然在印度历史上是最早的清真寺 但是 他是后来穆斯林进来才建的 对不对 他要到 很晚很晚 到公元 十四世纪左右 那时候才建的 可是 说的是这个 还记得这个铁柱吗 这才是季多王朝的东西 对不对 还记得吗 那些人把这拿到这以后 当地最聪明的人 无法解释这个东西 所以在胡说 胡说雷通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有什么季多王朝 其实季多王朝 非常辉煌 那时候幸亏 有发现这些人 到那里记载了一些东西 那么 大家还记得这里边吗 这个达美科佛塔 就是这个塔 可是这个塔 并不是说都是季多王朝建的 只是上面还残留了 季多王朝的痕迹 对不对 我们在那绕塔 转了一圈 上面有一些雕刻 还是季多王朝的 这是我们看到季多王朝的东西 那么下面这个 戒日王朝 戒日王朝 它就这么大 而且 只有一个国王 就戒日王 而这个 唐宣庄有 非常的奇遇 他离开中国的时候 是唐太宗 支持他 去取经的 他回来的时候 是唐高宗迎接他的 他到印度 也赶上印度 一个圣市 戒日王 统治的事情 所以他是这时候来的 那么他走的路线 他走的路线 所经历的地方 比戒日王朝要大很多 因为他南部都去了 都去了 所以印度历史学家 觉得呢 无论怎么感谢 玄奘也不为过 因为他把印度的历史 很多东西记下来了 戒日王朝 很多东西 因为唐宣庄 而得以保留下来 知道那段历史 既得王朝 戒日王朝 是印度历史上 虽然时间并不很长 但是非常辉煌的时期 古典文明的盛世 那么我们下边 一下子进入 从拉齐普特人 形成到英国人 统治的一千多年 这里边伯婆 有很多很多了 将近一千四百年呢 那么又把它 分成这么几个部分 一个是拉齐普特人时期 其实拉齐普特人 直到现在还很多很多 但是所谓拉齐普特人 是指这个时候 外敌没有在这里建立王朝 而是拉齐普特人 他们形成好的小国 这个时期 这个时候大家看 是公元七到十二世纪 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印度这个时候 比较太平 外敌没有这么刷进来呢 最关键的东西 在我看来啊 大家知道七世纪的时候 穆罕默德诞生了 伊斯兰教诞生了 这些阿拉伯人 以及穆斯林这个世界 他忙于去往地中海那边发展 往那边打 期间也两度进入印度 但是他们很快就撤军了 他们的重点不是在印度那 非常热的地方 天气都受不了的地方 按说阿拉伯人也比较适应 这种天气 可是 他们要跟基督徒争夺 对不对 他们打到土耳其那边 打到西班牙那边 他们主要是往那边发展 相对来说 印度这边就比较太平了 所以印度本土的拉奇普特人 而拉奇普特人正是那些 入侵者的后代 跟当地的民族的结合 然后拉奇普特人之后 又是德里苏丹时期 十三到十六世纪 这个时候 为什么这些穆斯林 还是杀进来呢 这些穆斯林包括 阿富汗人 包括波斯人 包括突厥人 他们为什么这时候杀进来呢 因为这时候 一二五八年 成吉思汗的孙子叙列伍 打败了阿拉伯人 这个时候 中亚进入了一个混战的状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些 他们怎么样的 中亚打打打 打不过人家 他就往印度这边发展了 他们就纷纷杀入印度 他们先后建立了 好几个王朝 一般说是七个王朝 这就是德里建立 他们统治的时期 叫德里苏丹时期 就在这个时期 再往后 随着这种混战打来打去 中亚那些地方 慢慢都变成大国 就是在土耳其里面 形成了奥特曼帝国 在伊朗高原就形成了 沙芬帝国 在印度就形成了一个 蒙沃尔帝国 蒙沃尔帝国 这个帝国 你看它的成分来讲 就是什么呢 它的最早的创始人 巴比尔 它的复系 就是 就是这个突厥人的后代 他就是那个 田沫尔的后代 他是田沫尔的 第五代子孙 他的母系 就成吉斯坦的后代 而他的妻子 他们一般都是波斯人 所以这些民族 他们混杂在一起 混杂在一起 那么 巴比尔就是在打的印度 建立了巴尔 蒙沃尔帝国 这个帝国 一直到 1707年的时候 还很强大 就是奥朗浙部的时候 那么这个帝国 其实一直 苟延残传到 1858年 时间很久 可是呢 时间那时候 他们已经是 名存十亡 我们说 他的六个皇帝 强盛的时候 是1526 到1707年 这个时候 他们是真正的 拥有这个 强势的时候 但是大家再注意看 葡萄牙人 在1498年 大概满航海 就到印度了 到印度 英国人 一直建立殖民地 在1947年 离开英国 离开印度 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 很长的时间 大家看看多长 400多年的历史 而且这两个时期 你看 1498年 葡萄牙人 过来的时候 葡萄牙人 还没伤下来呢 所以这是同时存在的 这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 在这里边 我们注意 我们在北印度 走下来 你会发现 我们看到的 最多的是 拉奇普特人的 很多东西 还有 蒙威尔牙人 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也感到 英国人的影响 因为时间上 同时存在 拉奇普特人 是本地人 他们呢 统治他们的帝国 是蒙威尔帝国 可是呢 后来英国人 势力越来越强大 特别是在 1707年以后 他们更强大 他们甚至整个 把印度都控制了 把印度都蚕食了 所以 我们也看到 英国人的影响 对不对 这几种文化 是互相影响的 是互相影响的 我们的建筑上 看得比较清楚 拉奇普特人时期 德里苏丹时期 这两个呢 是一个前后的关系 不是 这里 这两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 拉奇普特人 本来是 其他民族杀下来 这些后代 跟当地人的融合 那么 他们反而变成了 捍卫印度 叫 捍卫印度文化 最坚定的人 这些呢 是外地杀进来的 他们先后建立了 七个王朝 而这个蒙沃尔帝国呢 他 相对于德里苏丹呢 他等于是说 打败了德里苏丹 他才建立了这个帝国 所以它是 时间上是 前后的关系 对不对 而这个呢 时间上 常常是同时的关系 那么 我们说 这两个是这样的关系 我们说 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关系 这两个是这种关系 所以 为什么印度旅行的时候 头脑容易乱 哈哈哈哈 就在这里 一会儿跑这 一会儿跑那 一会儿跑这 一会儿跑那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 大家到最后 急于知道 想把它 把它再理一下 好 那么 拉齐普特人 怎么回事 它怎么形成的呢 最简单来说 我们再回到这个图 这个 帕提亚波斯人杀进来 希腊人杀进来 融化 塞尔杀进来 融化 大陆制人 塞进来建立王朝 甚至帝国融化 还有 特别重要的是白兄弄人 咱们中国人叫做 燕达 嘿 他们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 杀下来 他们怎么样呢 也都 后来 被突厥人 兴起的突厥人 被这些人打败 他们后来 就融化在 印度 很多融化印度 甚至中央 或者是其他地方 好 那这样就形成了什么呢 这就是拉齐普特人 但是 这并不是说 这些人到这里以后 娶了个太太 生孩子 就生下来 就是拉齐普特人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漫长的过程 就是他们杀下了以后 他们不是 有建立了军事政权吗 他们都自称是 沙地利 第二等级 他们都 在古代 找一个神 作为自己的祖先 他们实际上是统治者 那么他们统治者 这里跟当地民族 那么融化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就是拉齐普特人 拉齐普特人 那么大家看 我们找不到 那时代的拉齐普特人 都分布图 但是 今天这个时代 你看 拉齐普特人 所在的地区 是很广泛的 你看 如果 是在比这个两百五十人 这个比照下 这个 是最密集的 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等等 不同地方不一样 拉齐普特人 大家知道 这个岩是最深的地方 咱们去了一个地方 大家记得吗 有一个 拉齐普特 拉齐普特 就是那个邦 咱们看那条 古代的水景 那个就属于 拉齐普特 那个邦 那个 那个邦是 什么 拉齐普特人 最多的 拉齐普特人 最多 说拉齐普特语 最多的 它就非常密集 那我们去的什么呢 姓廟群 昌德拉 王朝 是拉齐普特人 我们去的奥卡 是拉齐普特人 我们去 窄破 是拉齐普特人 那都是当地的 土邦 土邦 你说王国 王还大了一点 所以一般叫土邦 那么 大家看 为了 让大家更清楚一点 我在这给大家串一下 那么 拉齐普特人 在七到十二世纪末的时候 就是没有外来民族 建立强大的帝国王国 这个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 姓廟群 记得吧 这个是绝对清楚 是不是 因为是 那么公元十到十二世纪的建筑 是在这个世界里边 这是没有外来王朝 那么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水景 它是在哪里呢 罗吉斯特 拉齐普特这个帮 在这里 它是九世纪时建的 大家还记得吗 那里的雕塑 跟那个雕塑很相像 都非常丰满 都非常性感 对不对 那个雕塑风格都非常相像 都非常相像 那么在德里苏丹 统治的时期 这些拉齐普特人 被打压得很厉害 还有我们这一路 所看到这个时期的东西 我们几乎没看到 但不是意味着 别的地方没有 我们这里不说 但是 蒙威尔帝国统治的时期 拉齐普特人的东西 有什么呢 琥珀 它是在1592年 就是在阿卡巴大帝的时候 阿卡巴不是娶了 这个土帮的帮助的女儿 所以这一家新王起来 当时就开始动工修建 这个琥珀吧 可是修到1717年的时候 蒙威尔帝国已经不行了 英国人要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 很多英国人影响的风格 对不对 然后呢 奥齐古堡 记得吧 这就是奥齐古堡里边的 查汉杰宫 查汉杰也是蒙威尔帝国的皇帝 就是阿卡巴的儿子 他要来这里为了迎接他 所以就修建了这个查汉杰宫 这个我们要去看 对不对 那么在葡萄牙人 贸易到英国统治时期 葡萄牙人留下的东西 主要是在印度南部 在海岸线上 对不对 他们从那边起来的 海上来的 那么 英国人一直发展到北方 那么 我们在这个时期去的城市王宫 都是拉齐普特人建的 可是呢 他是英国人影响比较大 记得吧 还有风之宫殿 1799年 这都是英国人统治时期建的 可是是拉齐普特人的建筑 还有一个水之宫殿 也是1799年建的 都是这个时间 所以 这个时间上来讲 不管是拉齐普特人 自己统治的时期 还是德里苏丹时期 还是蒙沃尔帝国 还是英国人统治时期 拉齐普特人一时存在 他们代表了当地土著中 最有势力的 也最崇尚武力的 还没有很多土帮 那我们看到的 好多土帮 这些 他们留下的建筑 是他们 拉齐普特人建的 但是他们受到 这个 蒙沃尔帝国的影响 所以叫蒙沃尔帝国 又受波斯的那边 遇事的影响 受到那边影响 又受到英国人 欧洲 文化的影响 然后再看 德里苏丹时期 大家看 前后七个王朝 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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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王朝 版图有大又小 基本上都在北印度 那么我们看到什么 这就是瓦奎图了 今天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这个图片 这个清真寺 是最早的清真寺 穆斯林杀戒来了 他首先建清真寺 大家记得吗 这个清真寺有什么特点 里边大量的东西 都是从 七那教的庙里 佛教庙里 拆来的东西 所以一看就是 不是穆斯林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绝对 大家记得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世界 古特普高雅 最初在1999年 也就是在古特普 建立奴隶王朝不久 他就开始建 然后后边 1231年 接着往上建 1368年 15030一直往上建 建到最上面 英国人 加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其实就是印度历史 那这一大片的废墟 可以说都是不同时代的东西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很少了 这个塔保留的却很完整 却很完整 那么 德里苏丹时期的东西 还有很多 不过就是说 我们所看到的 主要是这些 到蒙古尔帝国的时候 大家看 我们首先 在路上也给大家讲了 16世纪的三个穆斯林帝国 这个时候穆斯林非常强大 阿拉伯人率先起来 穆斯林非常强大 对不对 后来影响了波斯人 影响了突厥人 影响了其他民族 都纷纷信仰了伊斯兰教 杀到16世纪的时候 形成了三大帝国 这边就是奥托曼帝国 土耳其人的帝国 横跨欧亚非 中间就是沙菲帝国 这个呢 主要是波斯人和突厥人 建立的帝国 而这边 这个 蒙古尔帝国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在印度建立的帝国 这其实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几乎是必然的 几乎是必然的 这里也会有一个大帝国 也会有一个大帝国 而且这些帝国 在他新农的时候 都很了不起 都很了不起 那么大家再看 蒙古尔帝国 咱们一路上说 这个皇帝 那个皇帝 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大家有点搞不清楚了 我们再串一下 你看第一皇帝 巴贝尔 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 但是他那个时候 才带着军队打过来 是这个森严是部分 他那个时候 他很少去建设 对不对 但他儿子胡马雄 怎么样呢 政权也不是很稳固 你看中间曾经有15年 被人家推翻了 最后怎么样呢 跑到波斯 娶了一个波斯人做女儿 后来靠波斯人支持 又重新杀回来 杀回来不久 你看一年多时间 就怎么样呢 摔死了 好 这个人就是谁呢 就是阿卡巴的父亲 阿卡巴是最厉害的 对不对 做了多少年 49年的 苏东皇帝 所以他那时候最强大 最强大 所以说印度的历史 前有阿狱王 后有阿卡巴 这是世界历史上的 一个伟大人物 阿卡巴时期 然后他的儿子 就查汉捷 我们刚才说的 欧前那个查汉捷公 就是为迎接他的 然后查汉捷的儿子 就是杀家汉 这就是太极林 对不对 德里洪宝 加玛清真寺 都是在他那时候建的 对不对 他被谁关起来呢 就他的儿子 他后来得了一场重病 结果呢 结果呢 四个儿子都争夺皇位 打起来了 然后最后奥朗做故事 干脆把他父亲关起来了 关了好几年 他就死掉了 在1666年 就死了 所以世界上那位 非常美丽的波斯女子 是杀家汉的 这位航后 实际上很可怜 他实际上死得很幸运 然后活着 看四个儿子 打来打去 那真的是太难过了 那么大家看 这个版图 最大的时候 一直到印度南部了 就差一点 统一整个印度 那么是谁打的呢 主要是三个人 巴贝尔 这个颜色 阿卡巴 这个颜色 欧朗做故 这个颜色 他们也曾经非常强大 而且呢 你看 连续六个皇帝 都很有作为 这跟我们的大清王朝 很相像 大清王朝 很相像 实际上 奥特曼帝国 土耳其人帝国 连续十个皇帝 都很厉害 那时候不仅是中国 有一些了不起的军统 其实在穆斯林世界 有些 这三个帝国 都有一些厉害人物 那么 我又为什么标出来 这个红线呢 从版图上来讲 主要是这三位 不断地扩张 然后呢 从建筑上来讲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东西 主要跟这三个人有关系 阿卡巴 他喜欢建筑 这个非常重要 历史上呀 你看到那些建筑上的奇迹 一定是什么呢 这个君主很有作为的时候 也是这个建筑 他喜欢建筑 就像罗马帝国 奥古斯多啊 对不对 吹人呢 黑人呢 这都非常喜欢建筑 所以你看到好多奇迹 都是这个时代诞生的 好 那么 这几位喜欢建筑 其实查汉杰倒不是那么喜欢 但她有个太 她的皇后 诺尔加汉 她非常喜欢建筑 那么沙加汉 更不用提了 他们喜欢建筑 这两位也不是不喜欢 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江山出定 他们没有时间 没有心力去做这些事情 也没有财力 欧朗这部呢 是一心要争天下 拼命地打 但是他对建筑没有兴趣 所以他那时期 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东西 那么 大家看 阿格拉红包 这是谁时候呢 是阿卡巴在世的时候 你看 1565年 他打过来 打败了德里苏丹 把都城签到这里 就大规模地扩建 阿格拉红包 这是阿卡巴时候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法塔普希克利 法塔普希克利就是胜利之城 对不对 我们不是也去那里吗 他曾经把这里作为陪都 就是阿格拉的陪都 所以大家坐车 时间不久 四十两分钟 就到这儿了 对不对 就从这儿到这儿 对不对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胡马庸大帝林 因为胡马庸就是他的父亲 但是 主要 信修这个工程 是他的妈妈 也是胡马庸的 他的 他的这个 去了一个波斯女人 那 就是阿卡巴妈妈 下令修建的 下令修建的 在这里我们也会发现 上面那个小石亭 看到了吗 这个把印度的东西吸引进去了 这些穆斯林 把这种建筑特点 你看看见了吗 又看到了吗 小石亭 我们总是看到这个东西 到印度人呢 还看到这个东西 这就是印度传统的那种建筑特点 对不对 哎 我们有些 琥珀堡 不是他建的 也不是穆斯林的建筑 可是呢 这个 Jeport的这些土邦 他们建这个时候 是怎么样 是受到蒙古尔帝国影响 大家看 1592年开始建 就是阿卡巴 娶了这个土邦的女儿 不久的事情 所以他很受穆斯林的影响 但是 他是印度传统建筑 那么 然后 然后他的儿子查汉杰 又做了二十来年的 这个苏丹皇帝 大家看 就是他的太太 就是 诺尔可汉 他主持修建的 大家再看 为了迎接查汉杰 就是阿卡土邦 为他修建的查汉杰功 对不对 在这里大家再看 看见了吗 小石亭 小石亭 这个箭头下面都是小石亭 看见了吗 哎 你看 你看这儿还有 这些是因为从地下看不清楚 也是小石亭 然后到某尔帝国 杀加汉在位的时候 他在位时间相对也比较久 对不对 三十年 他已经诞生了 正是在前面那些建筑的基础之上 融合了波斯 融合了印度 融合了中央 融合了中央这些艺术 然后这个伟大的建筑诞生了 对不对 大家看 德里红宝 因为撒迦汉曾经要迁都到这里来 所以建筑了德里红宝 这个时间上比太极林晚 因为太极他死了以后 就那个撒迦汉就为他开始新建 新建了很多年 一直到165上面 然后呢 沙迦汉还建了加玛清真寺 因为都城要迁到这里 所以他也建了加玛清真寺 这个我们都看了 都去过了 在这里大家再看 你看小石亭 你看太极林上面 这个旋理塔上面 咱们中国的旋理塔上面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还有望月楼 那就是汉化的 对不对 这个穆斯林这些 建筑传到不同国家 它是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风格 你看 我再给大家指一下 你看小石亭 从葡萄牙贸易的英国统治 四来多年 时间非常之久 简单的说 葡萄牙人东方海上霸权 你看离时107年 英和英国和贺兰争夺印度 离时157年 英国法国争夺印度 离时99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 在印度的统治 长达169年 直到1858年 印度大起义 那印度公司统治 遭到了抨击 甚至遭到英国国会 英国本土人的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维克托里亚女王 直接统治印度 做了 印度总督 这个事就开始了 英国殖民时期 离时188年 这是多长的时间 大家想想看 在这些故事发生的时候 其实蒙沃尔帝国 在印度的统治 那些故事也同时发生了 同时发生了 那些主要是陆地上的 这些统治者 这些主要是海上来的统治者 他们主要是海边 主要是海边 注意这个时间 英国人最初来 1602年 英国人离开印度 1947年 这意味着什么 英国人在那里有 345年的时间 比中国历史上 除了夏商周那些朝代 秦始皇统一以后 最长的盟朝 也没有这个久 时间非常久长 那英国殖民地时期 这一段 对不对 我们再稍微说一下 你看 英国人 最初来的时候 你看 1600年有的 标的1600年 那大致1602年 这个时间了 你看 这里1612年等等 你看 不同的时间 打到德里这边呢 德里被整个征服 是1818年的事情 一步一步禅食 你看 这就是一幅禅食图 对不对 整个印度 最后被英国人控制了 被英国人控制了 咱们中国那时候 真是幸运 有一个什么 西茂拉雅山 你看China 你从海上绕过去 也很长 但是重要的是 中国那时候 虽然衰落了 但是是一个大帝国 是统一大帝国 印度是有500多个土邦 蒙沃尔帝国 早就不行了 所以他就被人家禅食了 英国人很聪明 就靠这个土邦 打那个土邦 对不对 英国人只要当军官就行了 印度人都是战死在沙场 所以一步被禅食 那么再看这个图 那这不是前面说的 蒙沃尔帝国这个图吗 那么为什么 这个就没有标 英国人在哪里 在什么时候到达呢 因为他是很笼统的 示意图 而英国人那时候 只是在海边 一些地方 对不对 好像不足为道 而且蒙沃尔帝国 怎么样呢 也跟英国人 几乎没有打过仗 直到后来都衰落下来了 那其他的那些民族啊 拉西普特人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人 都把这些蒙沃尔帝国皇帝 当作傀儡一样 扶持穿着来 共同对抗英国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就是陆地民族 跟海上民族不一样啊 他们好像毫不相干一样 但是海上也强大得很快 很快就怎么样了 打败了这陆地帝国 好 大家再看最后了啊 这是什么地方 国王大道 英国人绣的国王大道 前面是什么 总统府 总统府 这是英国人 对不对 在二十世纪处才见的 然后大家再看 记得吗 印度门 看见了吗 印度门 像法国凯旋门 对不对 这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嘛 可是你看上面加了一个什么 比较印度的 对不对 像个副网扣在那 然后这个更明显 你看 这个小石亭 把它拉长 这个拉的长度正好是柱子 罗马式的柱子 对不对 里边原来站的是谁啊 维克多尼亚女王 她后来就到一边凉快去了 不在这儿啊 你看 你看 就在这条大道 这一路下来 国王大道 是经过这个 印度门 每年呢 国庆检阅 对吧 咱们去的时候 正好的国庆检阅快到了 就在这里 其实 大家想想 其实英国人过去了 英国人在那统治了 那么久 所以英国的影响也很大 那么大家看 把总统府再拉近 你看这些建筑 都能体现它的历史 你看 原著 罗马人的原著 你看 这都是罗马式的建筑 原著 对不对 可是你看 上面又是小石亭 你看见了吗 小石亭 这是西方人的什么 穹顶 对不对 也是罗马人最早有的穹顶 这都是很西化的 然后再看这个门 这个有点像什么风格 伊斯兰 伊斯兰教 对不对 第一 它上面是个尖拱 看见了吗 它不是圆的 它是尖拱 第二 这个整个的格局 降纤 这都是伊斯兰的艺术 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多少你得 对这个印度的历史传统 有点尊重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 我们再看这些历史 印度历史上 有基督王朝 有戒日王朝 这些非常的怎么样 就是古典文明 非常辉煌的时期的 这些王朝 对不对 那是在印度本土诞生的 但是它的文化 还是怎么样呢 从追根缩原来讲 还是压力爱人带来的 对不对 很多都是压力爱人带来的 你看压力爱人带来了 凡语带来了 中性制度带来了 婆罗门教 对不对 后来穆斯林带去了什么 伊斯兰教 对不对 英国人带来了什么 基督教 基督教在印度传播并不光 那么还有什么呢 英文 还有什么呢 议会制度 还有议会制度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恒河边上 看到好多景象 非常感慨 为什么不能有中央集权制 领导一身令下 像大陆那样 把他改了 对不对 把流浪汉都把他赶走 把路重新修了 对不对 为什么也不能像美国那样 对不对 最后大家发现 在印度有些事难办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英国议会制度 要通过一件事不容易 然后以前 那会儿我做总理的时候 有社会主义政策 要照顾穷人 要照顾穷人 以前还是国有制 所有制 然后呢 还有又是什么呢 又是这个 种姓制度 雅里亚人带来的这套还在 穷人就认为自己就好像应该那样 对不对 不能有任何怨恨 有怨恨你下辈子就变老鼠 变苍蝇变虫子 你怎么办 所以印度的事情难办 当然 我们这次大家也体会到 印度正在发生很大变化 老实说我第三次去印度 发现印度变化已经大很多了 真的 所以印度现在 只是在发生一种 几千年不曾有的这样一种 巨大的变化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 当咱们再过二十年 reunion的时候 今天天气比较热